陳時中、陳吉仲、王必勝 今天凌晨突襲北農 市長後腳踩到 雙方是否刻意王不見王 市長日前才說 市府有自己的方式解決 但中央如今插手 還建議舍氣快篩直接PCR 請問市長怎麼看 第一點我的行程是早就排定了 今天六點半要去北農看一下他們的設施 至於說四點鐘 陳時中要特別跑來 我們只能表示歡迎 我們不能說不讓他來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昨天我的幕僚在問我說 我們預計六點半 本來表定六點半 人家四點要來 你有什麼想法 我說不用不用 我們就照我們的schedule 照我們的行程 人家要來他方便就好 至於說那個快篩PCR 這個其實都可以討論 其實我們內部也在討論 你知道如果PCR速度越來越快的話 那快篩不一定要做 直接做PCR就可以 可是整個系統要改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價錢 因為現在快篩成本大概200塊以內 可是PCR你知道 那個成本 現在自費是5000塊 最便宜的4500 你想想看 從200塊變4500 做一個兩個就算了 要做1萬個 哇這個價錢差很多 所以大量的PCR價錢能不能下降 好問題 新聞就一直講說我建議只要做快這個PCR 沒有 我是說 在能夠縮短的時間 如果要做兩個 那要等待的時間都比較長 那是不是就直接就做PCR 而且因為人員都是造冊 那可以管控的 所以有陽性的 也可以立刻的來通知 安置這沒有問題